在这个人人都渴望动灵的年代,女明星佟丽娅竟然独树一帜,在综艺节目中挑战了老年装。 38岁的佟丽娅身穿碎花上衣,画上老年装后,网友们都被她头发花白的样子吓了一跳。 近日,女艺人佟丽娅为了参加综艺节目一反常态,画上了半老30岁的妆容。 节目中的她故意穿着十分老派的花衬衫,眼部故意画满细细的皱纹, 乌黑的头发也被深深地藏了起来,就连眉毛都被染成了深灰色。 画上老年装的她,瞬间吸引上身,将自己的背勾搂了起来。 不仅如此,佟丽娅还一点兴奋地参与到了广场舞中,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女演员形象。 由于她的动作十分逼真,所以在场的观众纷纷把她当成了老太太,没有一个人认出她的真实身份。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,纷纷被佟丽娅变老以后的样子惊到了。 有网友留言,不管佟丽娅几岁,自己都会一直喜欢她。 有网友称赞她眼纪高,行为举止太可爱了。 昔日的佟丽娅经常以沉稳的形象示众,如今的她离婚后,变得越来越放飞自我了。 38岁的她先是剪了剪灵的齐刘海,成功化身女团小姐姐,然后又化上了半老妆,成功地混进了广场舞队伍。 如此可爱的佟丽娅,让人看了想不喜欢都难。